如何通过经济技术合作 提升东南亚水稻种植水平 RCEP协定下中国米业如何在东南亚实现全产业链投资 中国也是想把柬埔寨农业这一块把它拉起来 除了说这个贸易这一块是有利润可以赚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RCEP的签署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双循环经济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方面RCEP有利于各成员国之间发挥自身的优势 形成产业优势互补 降低产业链综合成本扩大出口 而另一方面成员国之间积极引进相关产业 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 提升了区域内的全产业链联动 本期的龙行天下 我们将聚焦世界三大主要粮食之一的大米 来探寻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企业 如何抓住该地区大米全产业链形成的机遇 并与之一起成长和发展 中文字幕提供 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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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 是我的 中国梦嘛 我过去有两个梦 一个是大家水道 覆盖全球才覆盖一半 第二个梦呢就是 活下成两木 活本活的活 水道的活 我梦见我的这个 真正做的梦 梦见我的这个 四年前的水道 长得比高 水质比扫子还长 谷里有花生米那么大 哎哟好高兴 做到那个稻水下沉凉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关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一半的梦想 化为一粒种子 播撒在菲律宾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在菲律宾北部以及群岛南端 是稻米主要生产的省份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 这些是我们吃的 那些是我们吃的 那些是你会吃的 那些是我们的 他们买了我们的草莓 那是我们的草莓 那是我们的草莓 这些带动它是给把配套的种子 的种植技术我们讲的 就农业技术服务 甚至到后续的实际上 农产品的加工 全套技术可以全面带入的 菲律宾以农业为主 然而因为菲律宾城市化的 拉动作用 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2019年农业人口总计970万人 同比下降了3% 这使得原本就落后的农业部门 缺乏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投入 我们需要高的生产性 我们需要高的生产性 我们需要加上的生产性 我们应该在增加的 人口增加的增加 而且我们的地方 也不会增加 它甚至在温暖化 因为在生产性 菲律宾是一个人口密度 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农业国家 应该说近几年来 它的农业一直没有摆脱 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这几年它的农业生产 几乎是徘徊不前 受粮食产能影响 近年来菲律宾大米进口持续攀升 从2016年的80万吨 增至2020年的250万吨 短短几年 菲律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菲律宾大米一直是进口 但是曾经有过出口 那是在80年代以前 那是很短暂的事情 但是以后就是一直进口 但是因为它人口增长 大于粮食增长的幅度 所以它现在粮食进口 不仅没有降少 没有降低 现在扩大到每年进口要200万吨左右 为了稳定大米供应和米价 2019年菲律宾正式通过大米关税法案 对进口大米征收最低35%的关税 以代替进口大米的数量限制 但即便如此 菲律宾大米仍比来自泰国等东盟邻国的大米贵 根据政府数据统计 2020年12月 菲律宾大米的平均批发价格 为37.42笔所每千克 而来自泰国的白米仅需要25.4笔所每千克 巨大的价格差异 刺激商人进口更多大米 这对于将种植大米 视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当地农民来说 形成了巨大冲击 整个菲律宾的平坑人口占25%以上 这个人民他自己肚子吃不饱 他没有钱去买这个生产资料 好多地方就是撒播 擦样都不擦 撒下去以后就是谁要怎么涨 最后收上来几粒股脂 它产力很低 菲律宾大米是一位最高的 货币的货币 在亚洲国家 因为这个货币的高货币 我们认为 货币的货币 RCEP的签署是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净出口关税 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然而在菲律宾关税承诺表中 其大米净出口关税仍旧依照菲律宾现有的大米关税法案 保持现行的35%不变 因此向RCEP缔约方寻求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成为菲律宾农民提升大米产量的关键 成立以后我们就是接着来就是技术项目的实施 就是中非双方啊 够派一些专家在这个中心 成是杂交水道 能业机械的技术合作 它太高了 水太高了 对 太高了 当我第一次参加的中心 我并不认识到粘亚热 我相信粘亚热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就是唯一方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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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菲律宾农民提升大米 您可以看到吗 您可以看到我的设计 在这里 我们已经四次参加了四次 四次参加了四次 在这里的菲律宾 我们有100多次参加了 我们已经采取了 菲律宾的水稻种植户 通过耕种农业技术中心的示范田 不仅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 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 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 很容易 很容易 最初我们有一个图 一种图 一种图 或者一种图 20cm 那就是这样 他们只会追求那些图 或者图 在图 那就是这样 所以很容易 但是当然 我们必须做的 所以这些图 他们只会追求这些图 那些图 在图 那些图 因为农 int 农出 他们是 他们要得到 第三次 quanto Ltd 就在迪处 那些图 所以 他们已经知道 如何 这种图 Chickens 男人的博物価格 每一份的博物価格是200美元 每天 我们叫做薄荷 如果能栽培 10克 我们就给他们1克 它确确实是这种 扎姐水稻的技术的输出 它能够使当地的农民 农夫得到最大的好处 你看同样 终于一公群地 那么它没增加太多的 投入的前提下 它每公群增产了 两登到三登粮食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 菲律宾大米的产需缺口 也在不断地缩小 根据菲律宾农业部的信息 2020年菲律宾大米产量 达到创纪录的1944万吨 高于2019年的1881万吨 也高于2018年 创纪录的1907万吨 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技术中心 使菲律宾的人民 更加认识到 中国的农业技术 农业机械 在菲律宾非常的适用 所以现在我们那些农业企业 已经在菲律宾的 炸掉水稻的育种 农机 饲料 水产养殖 已经有了不同的领域的投资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 帮助了菲律宾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那么通过全产业链的这种覆盖 从比如说我们还是举 大米的水稻的例子 从水稻的种植 然后生产到加工 就是粘米厂 包括最后的销售 这样就是形成一个产业链的发展 这个可以真正的帮助 菲律宾的农民 同时也帮助菲律宾政府 在削减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做出贡献 不管是过河链的 是最后的 多给了 非常浓然 飞 Had 这些就是柬埔寨最好的 我们就叫茉莉香米 未经工业污染 半沙制半粘土状的肥沃土地 造就了柬埔寨茉莉香米的纯正 但因水利基础设施匮乏 当地农民依然采用最原始的播种方式 导致茉莉香米的产量一直上不去 柬埔寨的米一般都是天洋的 柬埔寨的农民他们也很穷了 他们也很难拿一笔钱去买货肥来施肥 所以还是采用传统的施肥的作业 产量非常低 但是它的质量非常好 口感非常好 尽管产量不高 但按照全国约1600万人口计算 每年稻谷生产都有结语 2019年柬埔寨稻谷产量为1000万吨 国内稻谷供应过剩560万吨 相当于350万吨成平米 这位柬埔寨发展稻米加工和出口产业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工业基础薄弱 粘米厂严重缺乏 很多稻谷只能出口到泰国和越南进行加工 柬埔寨一年内就有800万吨的稻谷 我们柬埔寨人要撤掉的骨酒大概就是200万吨 其中有200万吨是销到越南去 被越南的那个大米商他们把这个稻谷收去了 我们在那个柬埔寨访问的时候 因为它生产了大量的稻谷 这个稻谷呢因为它没有电 也没有脱骨厂 它就那个水稻生产了以后 它没法加工 只能是出口 这个价格很低 而且那个收入很低 如果反过来说 我们在那个建立这个小水电 水电提供那个能源的话 它就可以建厂 就把稻米可以在自己当地加工 更高的价格出口 庄楚清所在的企业 于2011年投资建厂 以粘米代加工出口为主要经营内容 有柬埔寨最大的粘米加工生产线 然而在当时 柬埔寨大米进入中国市场 面临着检验检疫的技术挑战 2012年之前 因为中国还没有引起我们柬埔寨大米进口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销售的国家就有法国 因为柬埔寨也是法国的殖民地 那么有很多柬埔寨人家那边 他们也很喜欢柬埔寨的这个茉莉香米 他们已经口味上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们就出口到法国去 后来也逐渐地增加到波兰的 松牙利的 这些东欧国家 他们也喜欢吃这种米 如果不合标准的话 我们的产品是不可以输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 这里面你看它有一个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检验有限公司 现场品质检验记录 他们一定要检查 但是你的商品 我们要填表说 这个我的负荷什么什么 白颗粒黄粒多少百分比 我们要诚实地跟它填爆 去到美国的那边海关 他们会在海关的那边抽查 如果不合格就全批货就打回来 所以那个很很很危险的 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我们检验好 不合格的我们留在这里重新做 2010年 中国和柬埔寨签署了 关于柬埔寨大米书华的检验检疫议定书 解除了柬埔寨大米直接出口中国的最大障碍 2012年 柬埔寨又解决了大米的技术标准 认定动植物检疫问题 随着RCEP的签署 各成员国之间的农业贸易 在标准 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上 也将变得更加便利 利好柬埔寨大米出口 柬埔寨的大米可以出口到中国去 这对我们这个做年米业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2011年之后 我们又开始走遍了好多个国家 因为我们对年米业加工业 我们也不熟 那么我们就到了中国去取经了 到泰国了 到越南了 我们走了很多国家 看了许多是设备 因为中国设备在价格上比较 比较优惠 对我们的投资 我们这个大的投资 我们比较有经济的效益 为了找到最优性价比的生产设备 以及如何合理地配置生产线 庄楚清费了一番心思 莫栗香米买进来的时候 它的湿度都是20度 24度到30度 我们要进行烘干 这些烘干炉都是从台湾进口来的 它是全旧动物的 而且它在燃造的过程 它是用那个粗糠来循环的加热的 我们的骨折烘干后就要从输送带 把它送过来储存在这个仓里面 这个低温仓一直就是保持在18到20度 保持这个莫栗香米的那个质量 它的香味 那么我们的骨折从这个斗里面 我们可以开始进来 那么这个是地道的初心塞 在骨折里面它还有很多石头了 要把它去掉 要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 我们还要有倒客 倒客要把它分离 加工的设备啊 90%都是中国的设备了 这里面 我们大米的加工厂啊 最后有一道工具啊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自险机的 要用日本的这个九族的设备 一台设备要是十多万美金 我们中国的也有 但是它在要求上 还是比不上日本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精准 RCEP正式签署后 根据柬埔寨的关税承诺表 不仅是加工后的大米进口关税 从7%逐渐降至为零 相关农业产业的自动化机械设备 进出和关税 也将在随后几年中 从15%降至为零 这有利于柬埔寨 进口高技术含量的农业机械设备 提升稻谷加工效率和产量 大大降低企业的加工成本 也有助于在减中国企业 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我们可以把它加工成大米 出口到国外去嘛 所以就算是中国的经销商也好 就算是我们在那边自己 做一个批发市场也好 其实对柬埔寨的这个 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 短短几年 中国成为了柬埔寨大米的最大买家 柬埔寨农林渔业的报告显示 在2020年前11个月 总共有60.1万吨 柬埔寨大米出口到国外市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万吨 与2019年同期相比 柬埔寨大米前11个月 出口中国的份额加大 目前已经占到39.09% 我们是帮他们进舱 订完舱之后我们把集装箱 从集装箱堆藏码头 空箱拖到他们的工厂 到工厂之后 工人附着一箱一箱 一袋一袋的扛到集装箱里面去装箱 装完箱之后 我们去做一些报关的文件 拉到码头 然后报关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装团再回运到中国 因为按照以前的操作模式 柬埔寨这些企业 它如果想把货物从中国运到柬埔寨 首先第一个 它在国内找一个物流公司 然后通过海运 再运到 再到达柬埔寨港口的时候 往往要找另外一个物流公司 来和它对接 但是往往的问题 就会出现这种对接的过程中 如果是两家公司的话 可能会互相推诿 但是如果是我们 主要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就是由我们决定 这个给客人在运输这个环节 会带来很大的信心 柬埔寨大米出口量的激增 带动了柬埔寨物流业市场的蓬勃兴起 同时 中国企业的资金和管理 与柬埔寨的港口优势相结合 将进一步促进 大米产业链的完善与互补 我们之前是以进口为主 但是现在有这个大米 这个农产品出口了之后 那么出口这一块 给我们利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因为大米的进口是国家控制的 一般的公司没有这个配额 大米是进不了中国的 但是中国政府 现在因为两国之间的 这个政府关系比较好 然后中国也是想 把柬埔寨农业这一块 把它拉起来 当然有这个政策上面的支持 相应的一些国家 运输大米也会给一些补贴 所以说这个贸易这一块 是有利润可以赚 那么他们这个运输这一块 可以说起来 但是以前柬埔寨 农产品出口了 中国的这个品种是非常少的 最早这些是一些牧鼠 然后以及一些牧鼠淀粉 这个量一直起不来 但是有了这个大米之后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20万吨 这个协议签下来之后 每个星期的量能够出到60到100个 基本上占我们公司整个出口量的 一个80%左右 近年来柬埔寨一直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 但仍然面临着电力 仓储 加工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制约 RCEP签署后 将不断推动中国企业来到东南亚 开展农业 食品加工 交通 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共同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进一步整体提升 东南亚国家农业 工业和出口的竞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CEP的签署为旅游业的复苏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系列的政策将重塑 RCEP成员国之间 经贸和旅游的新秩序 为国际地区间的文化和旅游合作 带来新的机遇 2020年3月5日 印度太平洋地区旅行作家协会 评选出柬埔寨为最佳遗产文化旅游目的地 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 成为东南亚旅游的热门之选 旅游业的新盛将直接带动 柬埔寨经济的发展 为此 柬埔寨政府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来改善旅游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为相关产业也带来了投资与市场 本期的国别之影 我们将来到神秘的古国建波寨 看看当地的旅游业 及其带度的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 毗邻泰国 老挝和越南 柬埔寨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文明古国 自然风光迷人 民族风情浓郁 旅游资源丰富 距离柬埔寨仙丽市 约5.5公里的吴歌窟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神庙 与众多精妙的雕刻艺术 其独特的文化背景 也是大部分旅客探访柬埔寨 文明旅程的第一站 根据柬埔寨旅游局统计 2019年柬埔寨共接待游客661万人次 较2018年增长6.6% 世界银行2020年5月发布的 新冠疫情下的柬埔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 2019年柬埔寨旅游业 提供了近62万个就业岗位 对柬埔寨GDP的贡献率达到18.7% 由于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海外游客来源地 柬埔寨政府推出了为中国而准备行动计划 具体包括发展旅游行业和完善支撑体系等方面 在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提倡 然后又有了这个蓝媒合作机制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 我觉得发展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虽然是现在在柬埔寨国家 它的人口也不多 比起中国来说 但是现在他们在中国来访柬埔寨的旅客 就每一年增长都有10% 所以我们觉得旅游业这方面发展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旅游业的推进离不开交通 电力 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支撑 然而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2018年 柬埔寨物流绩效排名 位居全球160个经济体中的第98位 排名较为靠后 为进一步提高物流效率 柬埔寨把修复和重建基础设施列为四角战略之一 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柬埔寨首先它属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不发达国家 他们的自己的工业基础 还有一些工业比较薄弱 很多中资企业都会来柬埔寨进行投资 会运用到一些大型的设备 还有一些机器 还有一些工程材料从中国过来 就柬埔寨本身不能生产的东西 柬埔寨海岸线长达450公里 早期并没有自己的港口 需要借助泰国完成货物进出 直到1960年代西哈努克港的建成 西哈努克省位于柬埔寨西南部 近邻泰国湾 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和对外贸易枢纽 与此同时 西港海滩还是旅游度假胜地 在柬埔寨主要有两个港口 一个是西哈努克港 这是靠近四号公路 它这个海港吃水是8米5 可以停靠一般的大船 如果是从西哈努克港的话 可以直接是上大船 然后由西哈努克港 直接往下面弯上去 到中国来上海港 还是黄埔港 进入到中国 港口的建设与发展 也使得旅游服务贸易 商品交易变得更加的便利 2019年11月 柬埔寨政府发布了 2019至2023年国家发展战略计划 其中包括推进贸易便利化 促进柬埔寨融入东盟市场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实现该战略计划 柬埔寨预计投资 599亿美元 为了更好的 为投资者提供便利 并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 2019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柬埔寨王国政府 对索德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正式适用 其中涵盖了柬埔寨税收 包括索德税 股息预扣税等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企业也好 还有第三国际企业 都要成熟一个新的发展的机遇 可以充分享受柬埔寨 可以绕开贸易便利这个优势 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 在柬埔寨可以把产品打进东门 打市场 对走出来的企业就是解决一个原动力问题 为了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 柬埔寨对认可的合格投资项目 提供多项投资鼓励措施 任何企业均可向柬埔寨发展委员会 申请合格投资项目 这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尤为重要 它的出口产品全部是免税的 那么用于出口产品的原付材料 它尽管也是免税的 然后企业所得税就是利润嘛 利润税 它说6到9年免税 所以这个就是 它柬埔寨政府给了我们 很好的一个优惠政策 目前美国 欧盟 日本等28个国家和地区 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 对柬埔寨出口产品 给予一定的优惠关税制度 英国虽然已正式脱离欧盟 柬埔寨除武器和弹药以外的 所有商品出口至英国 仍同样享受免关税和免配额的优惠 你产地在柬埔寨到欧美国家的关税 给你提供很多的一些优惠 我们中国的叉车 如果Made in China出口到欧美 它的关税多少呢 是18% 这是贸易变雷嘛 那么但是从减败出口 就是零关税 到减败投资是非常好的一些 可以理想的就是投资顺利 可以有效地避免新贸易变雷 柬埔寨对所有企业 基本给予同等待遇 除土地产权外 不受国籍限制 外国投资者可以100%控股注册企业 这个都是平等的 因为柬埔寨它是欢迎 所有外来企业的投资 并且外来企业 都跟本国的企业是享受 同等的待遇 柬埔寨劳动力资源充沛 劳动力成本较低 人口年轻化特点明显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虽然柬埔寨的全球竞争力 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名第106位 但劳动力市场 在各细项排名第65位 充分体现出柬埔寨的劳动力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 柬埔寨对于劳工的要求 较为严格 且很多规定和中国差异较大 因此中国企业在聘用当地劳工时 要严格遵守其相关政策规定 希望他们能够遵守 柬埔寨法律法规 劳工法 这样的话能够保持 这个资深企业的一个 这个可需发展 包括还有第三方的国家企业 跟我们一起来 践行这个八方公民的理念 毫无疑问 RSAB给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布局 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资本的输出 而是以东道国的实际需求 作为出发点 从水稻种植的技术研发 到带动加工及物流行业的建设 参与整合和提升 全行业的价值链 为东南洋大米产业链 拓展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但是RSAB的签署 并不等同于最终生效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如何在单边主义 与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 趋利避害 实现双赢 仍旧是我们需要 不断思考的课题之一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如何内外兼修 成熟的管理体系 能帮它抓住机会 能帮它解决风险 更多的动用资源 RCEP协定下 如何应对亚洲纺织服装供应链新格局 需要我们充分地利用好多制度安排 开放的规则和时间表 来进行产业对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location